上回讲到,俄国大使赵慧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俄蒙协约,说 前因蒙人全体宣告,决议欲保存其国于历史上原有之政体,故华官华军被迫退出蒙古境外,折不尊丹巴被推为蒙古人之君主,此前之中蒙关系于是断绝 念及俄蒙人民历年彼此友好,为促进俄蒙通商,自由全权俄史,阔索为辞,与全权蒙史,定定下列条款 一,俄政府愿帮助蒙古,保存其所设之自治制度,与拥有蒙古人军队之权利,禁止华兵入其领土,禁止华人居住在蒙古 二,蒙古君主与蒙古政府,与其拥有主权之境内,准俄民与俄国商务,享有赋约内所列之各项权利利益,又承诺此后他国人民之在蒙古者,如给予权利,不得多过俄民所享有者 三,唐蒙古政府,鉴于由于中国及其他别国定立条约之必要,所立新约,无论如何,不得侵犯本约及复约各款,非有俄政府之允许,亦不得修正之 四,本协约自化压日起,发生效力 这四条是把蒙古地方完全化为俄国人势力范围,并与中华民国绝对脱离关系 还有赋约十七条,更将蒙古种种利益都划归俄人所享有 以后虽然国际形势几经变化,但俄国人始终不肯取消协约,以致外蒙最终脱离了中国 十七条赋约的内容是这样 第一条,俄人在所有蒙古各地得自由居住一栋,并经理商务制作及其他各事项 且得与各个人各货行及俄国、蒙古、中国及其他各国之公司处所往来,协定办理各事 第二条,俄人无论何时将俄国、蒙古、中国及其他各国出产制作货物运出运入 免纳出入口税,并自由贸易,无论何项税客捐,盖免交纳 第三条,俄国银行得在蒙古开设分行,与各个人、各处所、各公司会设,办理各项款募事项 第四条,俄人可用现钱买卖货物或互换货物,并可商民奢欠 为蒙古各王旗及蒙古官堂,不能担负私人借款 第五条,蒙古政府不得阻止蒙人、华人与俄人往来,约定办理各种商业,并不得阻止其在俄人处服役 有蒙古域内,无论何种公司会所或各处所各个人,皆不得有商务制作专卖权 为未定此约以前,已得蒙古政府许可,于定线未满前,仍得保存其权利 第六条,俄人得在蒙古境内约定期限,租买地段 建造商务制作局厂,或修筑房屋、铺户、货站,并租用贤地开垦耕种 为不得已知做牟利之举,即买而转卖 所谓投机事业者也 此种地段必须按照蒙古现有规定,与蒙古政府妥商划拨 其教务牧场地段不在此里 第七条,俄人得与蒙古政府协商,关于享用矿产森林渔业,以及其他各事业 第八条,俄国政府得与蒙古政府协商,向虚设领事之处派设领事 第九条,凡有俄国领事之处,即有关俄国商务之地,均可由俄国领事与蒙古政府协商,设立贸易圈,以便俄人营业居住 且专归领事管辖,无领事之处,归俄国各商务公司会社之领袖管辖 第十条,俄人得自行出资,于蒙古各地,即自蒙古各地至俄国边界各地,设立邮政,运送邮件货物 此事与蒙古政府协商办理,如需在各地设立邮站,以及别项需用房屋,均需遵照此约第六条办理 第十一条,俄国驻蒙古各领事,如需转递弓箭,派遣信差,或别项公事需用时,可用蒙古台站 为一月所用马匹,不过百只,骆驼,不过三十只,可不必付费 俄领事及他办公员,亦可由蒙古台站行走,偿付费用 其办理私事之俄人,亦得享此利益,为应偿付费用,需与蒙古政府商定 第十二条,凡自蒙古域内流至俄国境内各河,即此诸河所受之河流,均准俄人航行,与沿岸居民贸易 俄政府且帮助蒙古政府整理各河航路,设置各项需用标识等等 蒙古政府当遵照此约定,与此河沿岸,划拨停船需用地段 以为建设码头货站及预备柴木之用 第十三条,俄人于运送货物,驱送牲畜,得由水路各路行走 并可商允蒙古政府由俄人自行出款,建筑桥梁渡口 且准其向经过桥梁渡口之人收取费用 第十四条,俄人牲畜于行路时,得休息未养 如停留多日,地方官并需于牲畜经过路程 及有关牲畜买卖地点,划拨足用地段,以做牧场 如用牧场过三月之久,急需付费 第十五条,俄国沿界居民,向在蒙古地方割草渔猎 夜经香盐承袭,似后仍照旧办理,不得稍有变更 第十六条,俄人与蒙人,华人往来,约定办理之事可口头约定,获利自聚 其立约之人,应将契约送至地方官查验 地方官如认为不妥,当从速通知俄领事,互商公判 总之,关于不动产事件,误当定立约据 送往蒙古该馆官吏及俄国领事处 查验批准时生效力 如欲有争议,先由两方推举中人和平解决 否则由公审委员会判决 公审委员会分常设临时两种 常设委员会于俄领事住在地设置 以领事或领事代表及外蒙古政府之代表 有相当阶级者组织之 临时会审委员会于卫设领事之处 着量事件之紧要,使暂开之 以俄领事代表及被告拘留或所属 蒙旗之蒙古代表组织之 会审委员会可招致蒙人,华人,俄人 为会审委员会之鉴定人 会审委员会之判决 如关于俄人者及由俄领事执行 其关于蒙人,华人者 由被告所属或所拘留之蒙王执行之 第十七条 本约自盖印日起即发生效力 约章用俄蒙两文做成两份 互行盖印在库伦进行交换 外交总长梁如浩看完这份条约 只觉得满纸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 不但中国不在话下 就是外蒙古人,也毫无主权 不禁发了好一阵子呆 想到如此大事不先不后 偏偏发生在自己的任内 这可怎么办呢 古斯明想了好半天 终于转忧为喜,说 有了,有了 身边的人起初见他束手无策 接着说有了 估计他是想出了妙计 也不好动问 只是背地里瞧他行动 陆总长不慌不忙 娶了俄国大使的赵慧 去总统府了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过了两天 始终不见梁总长的踪迹 一打听 原来他已经提交辞呈 说是偶报彩新不能认识 请改命椭圆继任 人已经离开北京了 感情他的妙计就是辞职 原总统付诸一笑 于是另外物色人选 只是事出仓促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 只有前任国务总理陆征祥 是个外交属手 便请他临危受命 再令总理赵炳军 提交参议院表决 议员们听说 俄蒙交涉正在紧迫 况且除了陆征祥以外 确实没有别人可以胜任 不得已表示同意 于是陆征祥受任为外交总长 办理俄蒙交涉 拟好了对俄赵慧 不承认俄蒙协约 派人送往俄国公使馆 忽然接到热河都统昆元集殿 开鲁县被蒙匪攻入 全城失守了 原来开鲁县在热河北边 以前归内蒙古阿鲁克尔沁 东西扎鲁特三起管辖 自清光绪年间收入版图 划归直立上 此次东扎鲁特协礼 官宝扎布 受外蒙古诱惑 勾结东西扎鲁特 科尔沁各起 攻占开鲁 驱逐汉民 且纵兵焚杀 惨无人道 热河都统昆元集殿求援 原总统集派姜贵提 率领异军十四营前往增援 同时命外交总长陆征祥 素与俄史交涉 这件事实际上就是俄国人挑唆的 他们怎么肯取消俄蒙协约 把外蒙古还给中国呢 自从俄国与外蒙活佛签订条约后 外蒙的军队由俄国军官训练 外蒙的外交要俄国官员主持 外蒙的土地作为借款的抵押 外蒙的矿产归俄国公司开采 外蒙的兵响由俄国银行发放 还驱逐华侨割让唐鲁乌良海一带 真是贪得无厌 折不尊丹巴做了皇帝 也不管是 他所任用的航达多尔记 甘心卖国 对俄国人提出的条约 多半都答应了 海派陶士陶率领精锐分兵四路进犯 一路沿科布多阿尔泰山直犯新疆 一路由东蒙库尔罗斯直犯吉林黑龙江 一路向隋远归化直犯山西 一路向热河直冲北京 四路中以极黑热河为主队 蒙古兵不足就借用俄兵 开鲁失守就是进攻热河那一路干的 原总统既派异军北征 又命参谋部陆军部筹划防守事宜 并命令东三省边防及西域边防 与东盟西盟中盟各处边防一律戒严 此时奉天都督赵尔逊已辞职回京 于是命宣服使张锡兰继任 会同及黑两省都督整备军队 待春暖花开冰雪融化 再考虑用兵的事 之后内蒙古乌兰茶部盟又有怨言 于是由国务院申誉乌齐到 现在五族联合组织新邦 勿在体贴民情 夫宣德化 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 前据隋远城将军张绍增 殿城乌兰茶部盟扎萨克等来文 以共和为扰害蒙古 抛弃佛教破坏游牧 请将民国内务部 关于斥令遵行新政各事件 暂行停止等于 查优待猛回藏民族条件第七条 猛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信仰 并无所谓抛弃佛教之事 第二条 保护原有私产 是产业申明保护 何有破坏游牧之事 有参议院议决公布 优待蒙古条例第一条 中央对于蒙古行政机关 不用殖民等字样 第二条 各蒙古汪宫原有之管辖治理权 一律照旧 是劫重在维持蒙古原有权利 何有扰害之事 有乌兰查部盟所指 去除藩属名称 为混乱蒙古人种族一节 经查自宣布共和以后 政府屡次申明 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 为中华民国 名为蒙族有何混乱可言 至于不用礼藩字样 是为了表示各民族平等 中央又恢复达赖尊号 振兴皇教 各忽图刻图来经及祝顺者 均加尽封号 幽里有加 蒙回王公之赞同共和者 也都加封官爵 民国优待蒙回藏各族 尊重宗教 实有确证 目的是让百姓共享太平 安居乐业 乌兰查部盟所反映问题 多有误会 自应敢为宣布 以示群疑 即由国务院将优待蒙回藏各族条件 对待蒙古条例 恢复达赖尊号 及加封王公爵位等公布命令 译成各种文字 勘课颁发各旗各成 令百姓周知 岁月蹉跎 年关将近 中央政府为了蒙额问题 忙得不可开交 屡次召开总统府会议 国务院会议 自元大总统以下所有国务员 谈论了好几天 也想不出什么妙计 最苦恼的是外交总长陆征祥 他既要拿出办法 又要对付外国使节 担惊截律 据说陆总长提出的办法 共分甲乙两项 甲对于俄蒙协约之交涉 共分四条 一蒙古为中国领土 五与外国地接条约之权 二 库伦为外蒙之一部分 不能代表全蒙 三 活佛 专长 宗教 没有外交之权 四 取消俄蒙协约 令定中俄条约 一 对于中俄交涉之提议 共分八条 一 蒙古之领土权 完全属于中华民国 二 除前清时代 已有之大员三人外 民国不再天派官吏 三 民国可以屯兵若干 保护该处官吏 四 民国为保护桥居 该处华人起见 可酌情部署警察于该处 五 将蒙古各官有之牧场 分赠蒙古王公 以示优待之意 六 各国人不得在蒙古 驻屯各种团体 且不得移民 七 蒙古若未经民国许可 不得自由开垦 开矿 驻鹿 八 蒙古与他国锁定协约 一概无效 此后蒙古若未得民国政府同意 锁地结的条约 已结不能发生效力 陆总长提议后 大众均表赞成 正要去拜会俄国使节开始谈判 不料驻经英国公使 递交召会给外交部 催促尽快答复日前提出的要求 英国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下回再说